财富的积累方式有很多种 有的靠辛苦的劳动 一点一点积累 有的靠机运和财干 事业越做越大 财富也越积越多 有的则属于发横财 例如中大奖或财博赢钱 一夜报复等等 钱两种方式 因为需要自己不断努力 财富积累的速度很慢 所以许多人都喜欢最后一种方式 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发一笔横财 不用付出便可以成为富有的人 不过 横财不是人人能发的 得有那个福分才行 否则不但发布了 很有可能将自己的积蓄和房子赔掉 因此想要发横财 最好是先了解一下 自己有没有那个命 命中有事终须有 命中无时莫强求 下面我们从手相的角度 为大家分析一下 什么样的人有发横财的命 看看你是否位列其中 一 段掌 所谓段掌就是感情线与智慧合二为一 横贯手掌 像将手掌切断一样 有这种手相的人比较少见 也就是百分之七八的样子 这类人通常思维敏捷又大胆果断 发横财的机会比一般人要大得多 许多大老板或高官都是段掌 不过有段掌的人也不是都能发横财 还要看看自己的无名指是否与中指长度接近 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会沉迷于赌博之中 最后搞得倾家荡产 因此一定要注意 此外 段掌的人一般性子比较急 为人较固执 因此容易得心脏或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一定要特别注意 不然赚再多的钱 没有命去花又有什么意义呢 二 手掌中出现不动产线 所谓不动产线就是一条边界太阳线 和事业线的横线 有这种手相的人得到不动产的几率很大 而且不动产线在手掌域下方出现 得到房产的机会预走 来源是父母赠送或自己赚来 可搭配手上其他线条一起参照 假如手掌中有两条以上的不动产线 表示其人的不动产运非常好 可以通过搞房地产来赚大钱 三 太阳秋或木星秋出现新闻 太阳秋或木星秋这两个部位 任一个部位出现新闻的话 很有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 从而赚来财富 假如太阳秋处有新闻 且与婚姻线有连结 其人可因婚姻而发达 如果太阳秋处有新闻 且与太阳线有连线 其人可能会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 而生命大造 赚取财富 只是 这种幸运新闻出现后 有时会消失 你能否把握住 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的如何 四 智慧线末端有向上的分叉 有这种手相的人具有理性思维 对于那些没有成功概率的事情 基本上绝不参与 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 懂得如何将钱发挥到最大效用 再配合住合理的推理和赌博的强韵 常常不知不觉就能赚大钱 不过此类人通常很节俭 常常会被人认为很小气 五 手掌中出现直觉线 假如手掌中出现直觉线 表示其人天生比常人灵敏 有很强的预感 通常会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灵光一现 赚来大笔财富 例如购得大奖奖券 或是赌博时每猜必中 从而赢一大笔钱 不过 这类人一旦赚取横财之后 会因此而上瘾 不知事实收手 很有可能又将大笔财富输个金光 不知事实际上